真的不适合出现在我家门口 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卖了我全家也陪不起你 白嫂 我也是陆六安呢 陆六安已经死了 我以前就告诉过你了 我叫你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门 你尊贵的身份 真的不适合出现在我家门口 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卖了我全家也陪不起你 白嫂 我也是陆六安呢 老白 你看 我刚经过周岗松家院子 他妈飞给我拿这么多咸鱼 你别说这咸鱼啊 闻着不咋地 吃着还挺香的啊 什么味啊 什么糊子 老白 你这药都煎糊了 你 我说你这干吗呢 你心不在焉的 哪天家都得给你点着了 你这是担心老三和任海龙 还是担心老二跟周岗松啊 没个让我省心的 我说你还要怎么样啊 你也冒充过患者往人医院 打过电话 让任海龙口碑多好啊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想想他那个岁数我就不满意 就因为这个 你要活生生把人拆开啊 我没手要拆 我这心里头不满意不行吗 海德麦东啊 突然扮演起好父亲了 也不知道他安什么心 我说你这老头怎么回事啊 麦东看看孩子这很正常啊 况且你不是跟他约好了吗 每周六看孩子 这影响不了老二和周岗松 你呀 这个不放心 那个不放心 至少少少没有让你不放心吧 你看 你最不喜欢的李穆勒 现在跟他处得多好啊 二叔了 小李 那个 小李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少少呢 少少不在啊 我 我还以为他今天在您这儿呢 谢谢 红队 景晨 不错啊 你那些东西呢 我估计白说应该帮你留着了 你用光钥匙给他了 我想那些东西都已经成为遗物了 遗物 对啊 他觉得现在回来的是你有嘛 所以陆六安对他来说已经死了 但我觉得也算不错啊 至少陆六安临死前 至少听到他的告白了 兄弟 别那么执臭丧气的 现在不想那么多 既然回来了 今天我给你接风 你要给我接风 什么意思啊 你好 你这回趟美国 不会连中国话都听不懂了吧 这个接风它 就是请你吃个饭 对不起 叫让白送你一起 他见到你肯定很高兴 对 一定的 小陆啊 二十一岁就拿到四个学位呀 了不起 确实了不起 说库和家有那么多的养子 他都能把他们一一打败 成为唯一的财政继承人 确实很厉害 这个约翰哪 不容易啊 收养了八个孤儿 这个养老头不但有钱 而且有爱心 小陆算是遇到好人家了 但其实这个约翰库克呀 在美国的生育并不是很好 他跟他好几个养子 都因为财务纠纷上过法庭 我看啊 他赞助孤儿院 也就是为了提高一下 他的社会地位 这种道骂人的资本家 我在美国见多了 这种家庭表面光鲜 实际上里面不知道乱着什么样 这 小陆的爸爸 怎么样的人 咱们外人也不好评价 再说了 小陆都去美国了 这什么时候能见着 也不知道啊 你今天怎么想起来 给我看这些啊 叔叔不瞒您说 我 以为今天白韶在您这儿 想过来跟他见个面 见 见个面呀 你们吵架了 是吗 他知道陆柳安的身份以后就 就突然说要辞职 他说要跟我分手 分手 他说要好 爸 您怎么来了 你这怎么拉丫头 怎么回事啊 怎么那么乱啊 这 这都是什么呀 这 这垃圾食品能吃吗 赶紧的洗个澡换身衣服 健身健身啊 赶紧的 我替你收拾收拾 来 去 这孩子 我姐这个人吧 我了解他 最硬心软 脸皮薄 你不能因为他说了几句话 你可就退缩了 我觉得吧 他肯定是因为 在你面前说了真心话 觉得丢了脸 所以才会随便甩个理由出来 想挽回面子呗 真的是这样吗 你这次回来呢 必须改变策略 不能再跟以前一样了 绝不能再给李穆勒 任何机会 你学习学习人周港松 死刹烂打 没皮没脸 我跟你说 不出一个月 你肯定拿下我姐 我会替你制定全套的计划 你快打住吧 动不动 你的全套计划 没一个管用的 他又不是周港松 你姐也不是白吉 死刹烂打 没皮没脸 肯定不管用 那你说个管用的呀 他们自己的事 他们自己会处理 你别拆虎了 咱俩的事还没解决 我想了个全套计划 你不听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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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